3 2 1 开门啊 全放在手工修复补蟹笼 以一针一线帮渔民省下买新蟹笼的成本 谈起自己的手艺 许八郎脸上充满骄傲表情 那个补起来 就是日后使用这么多年了 那个锤 那个锤 日后这么多年了 我的蓝啊 如果 海都在海 如果差不多 两天三天没去修 我的蟹啊 螃蟹关于他的钓哦 纪录片导演张伟志也表示 渔民使用捕蟹笼的用量很大 许八郎愿意发挥职人精神修捕蟹笼 除了让渔民节省成本之外 手工修捕的蟹笼 也比较不会让螃蟹断手断脚 对整体渔业生态相当有帮助 他并指出 片中人物都有很丰富的人生阅历 而他从主角许八郎身上 看到的是一种面对困难的精神 不在意八千多万还可以在那个他家门口那边补蟹笼 我想他的心里已经是很坦荡荡的处理完了这所有的困境 他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可能在出海的时候 他往前跨一步就出去了就走了 所以其实让我看到的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碰到一些困难 他那个是真实的困难 全家就剩那一艘船 那假如说他这个精神 能够说让我们提示到说 政府能够多付出一点点的用心 其实对于人民的帮助其实是很大 之所以提到政府 张伟志进一步解释 是因为在拍摄过程中 发现中国渔民都会盗取蟹笼 所以修补蟹笼变成是节省开支不得不的做法 不过另一方面也因为使用不破坏海洋生态的蟹笼诱补 使得万里蟹成为口碑 也让万里渔获再行万里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萧兆平采访报道